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 各位菩萨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做三十七年有个习惯 第三十忏悔之后 我就会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华会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做很多场的三十七年 那么华会做完的时候 大家有个心态 赶快整理赶快要回家 那个心态很急 那师父开始 他停不下去 你们会不会停不下去啊 不会哦 不能打妄语 不过我们当家有说 华会结束了 我奉我们当家之命 我是很听话的 那么不是听话 就配合 因为他很辛苦 他安排事情 好 就是说 结束的时候 跟大家免疫几几话 三十七年 我做了好多好多场 因为我自认为修行不够 所以我都要用我的情感 用我的诚意 用我的真心在做的 所以有一天 做三十七年也许就在台上往生 都有可能 因为我尽力在做了 好 所以 其实修行也是一样 修行一定要尽我们的潜力 要虔诚 要用我的真心 你看 你看这个三十七年 以前在庄园市很少做 很多年没有做了 那么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三十七年 所以特别跟当家讨论了 所以我们一年至少都两次的这个三十七年 因为这三十七年超度我们祖先 我们的亡灵 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我一生当中 就是以这个三十七年的这个佛法 来修持 来度化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 很多人在弘扬 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 生病还有个二十年吗 不一定 所以我就以这个专修这个三十七年 就是禅境共修的法门 你们这七天下来念佛 就好比我们在这里点一盏灯给各位 这个灯它会洗掉是因为没有油嘛 对不对 你们现在要把这一盏灯带回去 但是时时刻刻要怎么样 加油啊 你们要加油进去 那个灯才不会灭掉 所以 这个下一次你们来说 我看你们脸就知道灯有灭掉 那个脸很亮很有自信的 我就知道那灯还没有亮 所以 我本来预计说 两点半开始 三点半 四点半 五点半 六点半 可能会七点半才结束 但是呢 我后面有点开快车一点 阿弥陀佛都知道 我因为天气冷 赶快结束 因为我们还要收拾善后 就是还要再回气 那么这个路很遥远的 不要赶 我们可以再住一个晚上 那么如果真的要赶路的 那就可以回去 那么如果有事情的 那找我呢 那就赶快来找我 不要我休息了 不是我休息了 找到师父 我要找你 今天你们累不累啊 不累 看你们做这个好可怜 脚一定很酸 不过有这个价值 所以我祝福大家 家庭平安 事业顺利 尤其身体健康 实时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当家有什么事 要跟大家讲 先礼谢主妻和尚 我们大家转身向上 自成礼谢主妻和尚 鼎礼三拜 大家礼佛一拜 阿弥陀佛 我们大众转身向上 我们礼谢维挪法师 以及这一些月仲法师 辛苦带领我们 忏悔发愿 做这个三十信念的佛事 大家自成顶礼三拜 礼佛一问心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法师请先出班